男孩困鞋女星 双米英拥有精致外貌 过风为人间巴比 然后日前她却在节目中透露 小时候因混血外表的缘故 被同学们排挤和孤立长达三年 她表示自己刚转学到男孩时 同学们都觉得她的长相很特别 因此推选她为学生会长 不料她高票当选之后 引起落选女同学的不满 开始拉拢其他同学排挤自己 即便当时有寻求老师的帮助 但却没有解决问题 她只能继续忍耐 还向母亲哭诉不想上学 甚至要求进行整形手术 想到过去经历的种种委屈 她也忍不住在节目中落泪 此外的宋明也透露 过去参加选手节目时 真的很想获得第一名 但害怕她的混血身份 很难被加上国民头衔 静静的是到最后 大众愿意称她为国民C位 她一直想成唯独文化家庭的代表 因此多次参与相关的公益活动 如今看到混血的偶像后辈 也会感到十分开心 幸福呢